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银帝 没有没有 武中哥这样称赞 我是很开心的 我们今天确实在 今天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不是现场 否则你就从对面走过来就好了 今天早上也是走过来 因为晚上我有个朋友70岁的生日 我一定要去 否则我就要做现场了 岁月如梭 你也快60了 对啊 还过几两三年就60了 再过两年 两年 那一毛有没有白毛出来 我很少毛发的 我很少毛发腿毛都没有 我没有看过你裸体的 我们认为三十多年没有看过你裸体 没有 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吗 三十五年有了 OK 真的要恭喜你 入围男主角 心情不太一样 对 谢谢吴忠哥 对 我要恭喜的吴子佳 吴董事长 什么咖吗 什么咖吗 对 现在民间是被民进党开除党籍是个光荣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位讲 吴子佳呢是我们这个做完大蒙锅之后 特别有感觉 出来的这个新模仿的对象 对那一定是他 还真厉害 他这个你是怎么揣 他什么个性 他什么个性呢 他就知道人家所不知道 那就觉得在电视上看到就觉得很好玩 真的就是有意气嘛 对 你这个什么咖 你真的怎么选嘛 年底是一塌糊涂了 他非常江湖 很好笑 很好笑 多久了 吴子佳去模仿 我大概模仿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完全是合乎时代啊 太好了 太厉害了 是什么 David就是你经纪人David给你的idea 还是什么自己想到的 我自己想 因为因为因为我们在闷锅训练的 就是对特别的人物 我们一定会去学嘛 太厉害了 这个这个这个角色是模仿的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不过你说听众朋友还是对你揣摩 你说揣摩一个 一个这个要模仿的人还是有点好奇 对那以前我们都知道怎么去模仿谁 知道什么 我们想点点你怎么抓到一个特色 嘿 应该你说说我那个最有趣的 我觉得你模仿角色里面都还可以 我们都有那个路线合成 最有趣就是那个老师 股票老师 股票老师 股票老师那个是 我也是看到画面 我觉得很好 我跟你看 那个说 那个就是 他是在后面的平台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我觉得这个人那个停顿的那个时间 太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很多人还不注意他 他其实到今天为止 不知道他那个停顿时间 听众朋友可能知道 要先让大家回忆一下 你还记得吗 老师又来了 老师又来教大家赚钱了 老师看大家做多也赔钱 做空也赔钱 看着实在很可怜啊 老师不是叫你要买这档股票 你有没有买 没有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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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顿 停顿 想辞 观众体会 因为只有一击在等 哈哈哈哈 他看旁边以为要停顿 就看看 还在录 好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在平心尽气 你比还我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 竟然在电视上骂观众 观众还被他骂的 而且一认一认的还很开心 这个角色 其实我模仿很多角色 都是明见金传的 其实这个人 这个老师现在不见了 不见 胡佳老师 明不见金传的 就是我跳跳跳跳 看到这个角色 我就把小郭找来 这个秘密今天跟大家讲 我小郭他很奇怪 他中间会停顿 代表他不熟悉这个影视的表演 而且没词 他想他下面怎么讲 就发现还在录 对 就是停顿在那个好笑就在那 可这个停顿实际的把握 要观众觉得 怎么回事 到观众觉得 要开始好笑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 那个开始 那个要心领神会 那个起当 你有没有看到 当机中间会停顿之后 再起当了 对 有啊 但是他这个 他这个 再有他自己 对 这个角色有趣的是说 每个都是 我模仿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那个本尊是谁 对 后来就查到他了 模仿这个角色是 从我模仿再去找本尊 对 然后后来 后来汉典就学学你了 就变两个这个师徒 对对 太有趣了 OK 不过你看到每个人发展的这么好 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 这吴死家当初模仿他 为了他是脱离我了啦 就说你自己是揣测的 大家跟David两个研究等等等等 然后你怎么 你怎么揣迷他那个表 你演的吴死家也很像 装有点不太像 装的话因为你头发比较厚 其实应该 他发现看到了 没什么发现了嘛 我怎么办 其实 其实模仿一个观众要知道的 可以揣到他的心里面的状态 对 韦中哥讲到重点 其实我现在的模仿 我自己感觉了 我是模仿他一个气氛 其实实际上 其实我已经不是像不像 不重要 不重要 那个气氛有没有到 你知道跟现在那个 我们现在这个什么 声音之王啊 什么选秀节目一样 唱歌啊 每个人都会唱歌 可是现在都不在乎 你唱的有多准 你个人的风格 你现在出神入化了 对 你讲一下物主家的心态 这个蛮有趣 他的心态就是 应该是说 他本来是民进党员嘛 然后最后他爆料爆的太多了 然后可能高层对他有点意见 或者说党内同志 对他有点意见 那就造反嘛 造反嘛 你资讯没有我多 那你干嘛开政论节目 不是个咖 我是个咖 我都有民调 你说民调不准 你来告我啊 对不对 你本人只靠周易寇嘛 告我啊 对对对 那我那个董事长 那你看这次金钟奖 是我有史以来 看我变成两天的 因为讲目太多 你觉得郭子贤 他会得奖吗 是个什么咖嘛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讲 我觉得他不错 不错是呀 不错就不错吧 你拉讲啊 这次啊 我跟大家讲 亚兰姐得奖的话 那就无皇万岁万万岁 对不对 大家没话讲啊 不用比演技啦 什么咖啊 不过真的 他的心态上 大概是真的 豁出去了 完全 这个完全豁出 他因为他最后 被开除党 什么都讲 他把脏话都可以哈拉了 什么都可以哈拉了 就变成 我们模仿的时候 变成说 他这个角色到最后就是 他什么事情都能讲 对对对对对 他上次有教嘛 就是说一个角色出来 包括之前我模仿陈时中 对 其实我那个心态就是说 陈时中什么问题都能够回答 他就可以了 陈时中接受过 我自己个人看法 不管听众看法 其实陈时中是一个这个 其实我觉得他讲话 很不复制很周延 我就是自己想过 他讲话比较慢 所以事情哈 慢慢可以回答 那跟流氓奉藏 不要跟流氓奉藏 那个市长 他不是问他 那个两岸论坛吗 不要跟流氓奉藏 其实那如果要问他的话 你这一辈子都没碰过流氓 从学校的时候 都没碰过被霸凌的 你没碰过被霸凌的 我问一下 叔长 你这个一辈子 都没碰过被霸凌的 学校时候都没有 那你碰到流氓 真的是流氓 你怎么解决呢 你都不妥协 你都就给人家干架吗 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报警处理 因为自己本身 报警来不及呢 来不及 或者是说 他会变成一个 有眼的梦夜 他有眼是你同学 如果坐在旁边 巴黎那怎么办 而你还给他做生意 有时候还交换便当 还吃他便当里的菜 有时候做切割 是很重要 那切割不了 就怎么办 切割不了 那就让观众自己认为 说我是没有办法做切割 那观众你跟没办法做切割 那观众给你切割 跟选民给你切割怎么办 那切割我自然看在眼里 那你会投我的 自然会投我 不投我的 讨厌我的 我也没办法 有时候选民也会用 这个选票霸凌 对 选票流氓 我大概就是顾好基本盘 345% 如果有掉的话 就表示仇恨值很升高 你们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得一路走来 我觉得你的这个演艺事业开花 结果也愉快 还直接长大了 现在是应该快60岁 人是一个很快乐的 很快乐 整个状态非常好 非常好 我那天看到那个什么 那天你帮那个民进党 这个陈又臣 你基本上很少 不会做这个事情 也不帮别人站台 对 这是以前我们一个大家一个默契了 但默契后来被你的经纪人 我觉得大卫破坏很多 太爱赚钱了 漂亮东西 陈又臣真的是一个 很有为的年轻人 对 好 不管了 我知道你这个行业没有赚钱 就是帮帮他的忙 对 也算是弱势 在某方来讲 可是我看你那天 你那天 因为你大概没有收钱 所以表现起来 特别自然 角色错言 特别自然 咋知道 咱们给我不要付你钱了 你就可以吃个咖了 跟以前 因为我从小带你长大 我觉得你现在 如果说在某种很自然的环境之下 心云流水 非常从郭涛 郭涛还在 人家都退休了 对不对 TBS基金会董事 不要再搞人家 人家退隐三支 不过这真的是行云流水很有趣味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可以观察 因为我也注意时事 所以说信手拈来 把一些东西 然后穿杂起来 然后就把脚讲出去 对啊 对啊 我的这个观察时事也从以前 小时候开始合作到现在 我看 你大概对新闻的了解 已经被训练的很透彻了 对 以前小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 现在对新闻 半个专家 不会啊 以前干嘛看新闻 不过以前做节目的时候 真的是每天被逼得 从早上听广播 一直到晚上看晚报 对 对我这样子整个的过程 对对对 都默默的吸收了 对对对 其实韦中哥应该知道 我的模仿大概是 每天都默默的吸收 我也不晓得这个人物 到底什么时候会演 但是我其实都有在默默吸收 当节目需要的时候 我就蹦一个就出来 对啊 对啊 其实是私底下做功课了 已经已经对对对 已经这样 所以在生活上大概 也会有点像亲戚朋友之间 有没有模仿过 只是没有上电视的 比如说模仿的亲人啊 什么东西等等 亲 你有些人也不知道 像你以前 你以前给我看 你那个教官 最早的时候 那教官还在吗 不知道 我们也在正在找 真的吗 正在找 很有趣啊 他在 他在我们学校的时候 非常的有名 对啊 我觉得学生模仿教官 很真大光明啊 一定这样 那教官要不要退出校园啊 哈哈哈哈 那教官自己自己没办法混啊 他只要退出校园啊 也不会 我觉得那个 其实这个教官这个角色 在我那个高中时代 我他也严格也凶 也负责军训 反正也就是一个角色 可是有时候 快毕业的时候 特别感恩这样的人 因为他太好玩了 又凶 其实没有人真凶嘛 他一定不会 教官其实都是 我很喜欢在 他那个职位是这样 我很喜欢在那个 招会的时候 听教官在上面讲屁话 比如说为什么 你有这个 你喜欢被教官霸凌 不是啊 那同学们 每个都是想 这边晒太阳干嘛 赶快回教室就好了 我就很奇怪 我就我就很喜欢听 教官啊 校长在上面 到底在讲些什么 为什么呢 我不晓得 我就觉得那个讲话 你爸爸不太虚拟化 你爸也是老师 我爸不会 你妈也是老师 对啊 你不会 都不会 所以一个 一个老师的父母 然后对孩子 功课看一看之后 就很小就把他放弃了 对 但因为有一个 优秀的哥哥嘛 哥哥太优秀 你哥哥还没退休啊 没有 他在台积电 哎呀 这个高层主管 我有一次回去 分一下股票 给吴子佳吧 不是吧 这亲兄弟 名算账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嘛 对 你也吴子佳 我也不能只能靠他 你也吴子佳 就觉得 你这样长什么东西啊 长什么东西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再跟那个 我们可爱的郭哥 老搭档 几十年了 太有趣了 来分享快乐 给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我们今天 我说到哪里了 我的这个老兄弟 郭子弦 银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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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他银帝 我靠 我靠 还是个咖 就是个咖 我告诉你 不用讲项来评定他嘛 你一直想问你啊 你身上长什么东西啊 你一直养了哄啊 没有手势 没有答案嘛 对 所以你要往前啊 然后你这个 对对对 要有桌子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 好像一个瘦弱的公鸡 你当时找我嘛 入党 现在后悔了 再加割碗 知道太多事情了嘛 你封得了我的党籍 封不了我的口吧 哈哈哈哈 就 我只要专集 哈哈哈哈 好 讲一讲 这个 so proud 非常骄傲跟开心 几乎每个人 你们过前 你演那个茶巾啊 哇靠 演那个极丧啊 然后这个 这个演得不错耶 我本来就会演戏啊 可是那个 当然要经过一段过程了 因为喜剧啊 还有模仿啊 综艺节目的演法 跟戏剧 那真的是不太一样 不能让人家出戏 怎么卸恋自己 这没有办法 欢迎参加 吴史霞专辑啊 靠 你看锅子前以前模仿 那是什么模仿 没有特色 他把他抓出特色来吧 有特色把他夸张了 就这样演嘛 你现在演个角色 你那么夸张 人家出戏啊 怎么看 留你 那个董事长 那个过前怎么 你去想他为什么可以 这个演一个茶巾的时候 可以脱离这个综艺角色 自己 他怎么训练 你再揣测一下 我揣测是这样 以前个书旗嘛 是不是 他先拖给你看嘛 你讲这没意思嘛 这是比喻嘛 这是比喻 假的干什么 就是 小哈拉这个 到最后 他一件一件衣服穿回来了 不哈拉这个 你看那个锅子前 以前夸张到了 不行嘛 现在 很内敛嘛 一一的表现 外面没有啦 完全没有演技嘛 完全内敛在心里面 回来 董事长 干嘛 不要再加入 叫我加入哪个党啊 加哪个党都是开除党籍的嘛 小关姐这个 好我回来 快疯了 快疯了 我靠 这个演到 查经的时候 自己要去 我觉得你经过这种过程吧 对不对 还有客家化 哇靠 然后客家 你妈妈是客家 你妈是新竹客家 对 可是他跟这个北谱的 没有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小时候他 你讲眼泪都出来 讲客家话 全家人没有跟他讲啊 都讲博语啊 没有时间学啊 对 那真的是 演技术很辛苦啊 这个过程 对啊 就是先学这个客家话 大概要一个半月 对 而且刚开始 聚焦 而且刚开始很辛苦 然后演连续剧呢 又要省掉很多赚钱机会 所以那个 你那混蛋制作人 经纪人 David不让你接吧 哈哈哈哈 有时候啊 这个名跟利啊 一开始 一开始 本来没有接嘛 不要接了 不是 那时候太忙了 那个时间切不出来 我知道你后来一段时间 又要演连续剧 又要主持节目等等 快疯掉了 对 那个时间是真的疯掉 但是也走过来 我觉得 哎呦 还能够熬过来 就把经纪人开除了 就回公司来了 对 他自己安排嘛 他自己人说 经纪人说 我们公司吃里八卦的 优秀啊 优秀的跑出来了 自己接 哈哈哈哈 韦中哥说他叛徒 不是 他自己接 也不能在我公司的时候 就接了半年的你的工作 哈哈 太难了 太混蛋了吧 哈哈哈哈 好了不要讲他了 他怎么会这么混蛋 哈哈哈哈 哈哈 还坐在我们旁边你看 对 哎讲讲讲讲 那个过程怎么样 后来决定接了 嗯 哦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那时候是 因为伟通哥也知道吗 接系通告 大概如果 一个礼拜十天 没有给你回复 应该就跟这个系没有缘的嘛 啊对对对对 你应该不能等了啦 对不用等了 我就去做我自己自己的工作 啊就没想到 然后过了三十几天 六月底 我记得是2020的六月底 他们有问巫子家 我家不演嘛 就抓你了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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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会很有兴趣 对对 然后那时候 这个制作单位就跟这个 这个달比讲说 确定要郭哥来演这个角色 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不晓得我的角色其实是最后定 其他角色早就都定好了 就唯独这个季上 他一直在找适合的人选 然后找一找他最后决定我的时候 我有问制作人 问汤哥 汤哥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你不怕我演出 然后人家看了出戏 他说 他讲到我们的 我们的未来 我们以前 他说他以前就对连环炮这些喜剧演员有想法 他觉得不止这样 应该可以做出各项可能性 当然可能 那个是最基本的训练 而且喜剧是 喜剧其实是被误会的悲剧 悲剧是被误会的喜剧 演喜剧人 他其实在演出会一个现象 讽刺剧也是一样 你还以为我们是 好像在开心 其实我们是情绪到了那边 用节奏来表演喜剧 还有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是能讽刺一个政治人物等等 其实是为人民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他有他的悲剧的情绪在里面 对对对 就解闷 对对对 然后最后确定了之后 我就说 那好 那你都敢用我了 我为什么不敢演 我就去学科语 然后演出 那演的过程中间 我不晓得呈现出来是怎么样 他们会撤撤剪 就是拍完了 然后回去剪剪个逗个半集 自己看一看 自己看还给一些focus group 然后他自己就私底下跟我讲 我找对人了 当然 而你的脸好 你的脸呢 你的脸那个 就classic有古典的味道 就有些人没有办法演那个时代的人 情绪等等等等 不然你真的人到60 那列那个线条都出来 我们常讲说金世杰 你看这种伟大演员 那个皱纹剥开 都是蹦的跑出戏来 好厉害 那蛮好的 我就觉得训练也蛮好 就尝试着 那很多网友都说 我是被模仿耽误的演员 OK 这应该是称赞 应该是事实 还有说什么 在茶净里面只看到记赏 没有看到锅子钱 对 这合理的 其实你看红哥 也没经过训练 这么多年来 你看人家现在也是第一男主角 对 其实没有 其实我觉得 其实综艺节目后 你看我们那时候训练是每一天的节目 人在训练 那种千奇百怪 那种训练是很厉害 应该是这样讲 喜剧0到100 你那个情绪马上到100 对 我才能够演那个当下的情绪 但是因为节奏控制喜剧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不像一般人 怎么就转掉了 那其实节奏在转 情绪没有转 对 那你把那个情绪 表演本来就是这样 一致的 那只是说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把情绪不是说放慢 而是说 你在内心里面更多的去消化 酝酿 酝酿就好 我们喜剧那个节奏 来就来 来就来 这个就是休息一下 我马上回来 各位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将访问老兄弟 古子前 我们从模仿 吴死家上身 到现在 一个小时怎么谈 你好歹看三个小时 三天三月我都给你干 后来谈到 查经如何把戏给演好 不过客家化 让你变成演戏的过程之中 这是很辛苦的 所以有人说 那我讲说这个 那个客家化不是 这个不是讲都标准 尤其他这个是 是北谱的 不是很标准 我说这个 其实我觉得可以接受 你看好莱坞演员 他再怎么样去学一些 意大利文 拉丁文 还是 中语 中语言诸 但是我觉得 尽量 语言 语言只是情绪 氛围的表达 对啊 你都要刻意要去讲说 谁标准 谁不标准 以前你看 以前做广播 说一定要讲什么 标准的国语 我做台北之间的时候 我就不要求 就我创台北之间 我就不要求 就这个主持人 各式各样都有 对对对 语言就是 那时候叫我讲鬼故事 那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恐怖啊 恐怖到了几点啊 哎呀 有时候都不忘了 你忘了你演过多少角色 吓得吓死人了 对 那如果把这个 吴子嘉跟那个 司马忠然摆在一起 就乱了是吧 哈哈哈哈 考题 当初的鬼 那他怕嘛 对对 现在有什么好怕 怕什么 都横刮架雨 是吗 对不对 左看右看 都是 料印运作人间雨 对不对 OK 现在孩子 也这个 进演一圈了 我看他从小长大 也看进演一圈了 对 以前看他 不大 乖乖的 我想 愣愣的 愣愣的 我想说 他怎么会想演戏 他怎么跟你讲 而且父子之间 说实在 我不知道你们这 你们这一代 跟孩子之间 父子之间 比较close了 那以前的人 孩子想做什么事情 想做一点爸爸 可能不太允许的事情 不敢讲 没办法讲 脱不了党 自己去发展 不是 后来 他怎么要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过程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不知道 尤其儿子对爸爸 不管怎么样 台湾社会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跟妈妈好讲 对 跟妈妈好讲 那我知道 小孩的讯息 都是从妈妈那边 跟我讲 哪种情况之下 他应该那么老实 从小那么老 看起来 跟个大姑娘一样 乖乖的 不晓得怎么办 然后结果是 他国中的老师跟我讲 真的 他另外一面 对 他说 你这个小孩 应该让他去读艺术学校 我说 怎么说 乖乖的 他怎么办 他说 没有 学校只要有表演 或者演讲 麦克风 同学就读过来 读过去 拿给他 他自己就上去 其实跟你一样 任何种事习 对 你刚才来 我去小局长看到你 后来 你说到联邦炮 你要经过很多长期的时间 你也是闷闷的人 爆发力很强 爆发力很强 所以你屋子家太好了 真的太不能 不真的 他就跟你一样的人 但你都没有发觉 我没办法发觉 他不讲 他在家里也都没有表现出来 然后我去看了 在家为良子 除外为良宾 然后到了学校 很多人在学校 尤其男孩子 在一个过程 发育的过程中 要表现自己强壮威猛 所以很多表演或喜剧 好玩东西 不愿意去办那个丑角 可是丑角是伟大的 伟大 真伟大 对 可是他就一直压抑那个东西 然后到学校 我去看他的班展 我发现这小子 真的不怕镜头 在上面演得跟生龙活虎一样 所以你偷偷去看他表演 没有班展 我们被邀请 家长会去看 班展 他的班展 那是什么时候 高中的时候 还没有读艺术学校 对 他读华刚 读华刚 后来就让他读华刚 然后最后就文化大学 对 文化大学也有班展 我都去看 我发现 后来他去读华刚的时候 你老婆这样子 就是跟你讲了 你就赞成了 赞成了 当然赞成了 因为 你有没有跟他谈谈演艺人生 演艺人生很辛苦 当然这个心理建设会有 我说 这个你老爸是万中选一啊 你不要以为进演艺圈 就像跟你老爸一样 你说你自己是万中选一 把孩子卡 真的是卡 搞死我 那我就跟他心理建设 其实演艺人生真的 真的很辛苦 你有一搭没一搭 你算很幸运的 你中间我算幸运 我没有停过 抓我多少钱 我说要养我了 天经地义 不是 真的是中间有很多过程 你算是真的很福气 你希望几十年来 没有算什么停过 最多就两三个月 对 然后也就没有转行 对 这个行业太不安全感 你访问那个谁 小红 小红每次来都哈啦 当年我们没有让他进 都没让他进演艺圈 在我们去签约 他看了心里很难过 我真的说 你真的没有 我也负担不了这么多事 还给他解释 他就跟我讲 我也是个卡 所以 你有跟他做心理的 我有跟他心理建设 不错的爸爸 但是最后 最后讲了一句重点 我说 我如果不照你的兴趣 去做的话 我觉得 等于是否定 我过去的自己 哲学家 我以前也是跟 跟妈妈说 我要出来混 要混个十年 十五年没有成就再说嘛 你说你说你去连环炮的时候 对啊 你爸你妈说不要做了 不是 那周遭邻居不是看我上连环炮吗 然后就跟她讲 你又是上电视 我妈也不晓得 我什么时候演戏的 真的假的 我在学校 我在学校演戏 排这个戏剧 戏剧社 回来 我根本没有跟我妈说 我在社团工作 你怎么知道你妈会反对呢 她不是反对 她是看了之后 她说 你上电视 可是她讲一句话说 可是看你这长相 你能红多久 那你没想到 我是很生的 不会 我的思考逻辑很怪 我说最亲的人 都这样讲了 太好了 反而我的标准就在这里 我可以让我自己出去 混个五年 十年 十五年 那时候才22岁 对啊 年十五年回来才三十七八岁 没错 如果真的没有很红 不是刚好符合妈妈的期待 我真的没有红很久 但是如果有超出的话 一切都是获得 一切都是喜出望外 的确 你还是双语座 你想话到现在 我还是听不太通 你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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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通 这是标准 OK 就是刚好符合妈妈标准 所以就让孩子慢慢 就去接受了 因为他开心 我看得到他演戏的时候 是非常 我看过他一点点表演 下次找机会多看一看 下次的舞台剧 我会带他来 好 你有没有角色 就是我没有要合作的 对不对 有可能的话 有可能 但是我们谈谈 等一下谈谈 你期间演的一个舞台剧 马上要上 对不对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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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望远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老兄弟 郭子前 聊了好多 真的好多 聊了好多 聊了 最近有个舞台剧要上 对不对 是国父纪念馆的一个纪念系 对 50周年的纪念系 但他名字取得很好 叫仁爱路6号 大家就想说 仁爱路6号是哪里 是台北市政府跟总统府中间的某一个建筑物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仁爱路6号就是国父纪念馆 就是国父纪念馆 对 但是讲国父纪念馆 50周年庆的这个戏的话 大家觉得太硬 谁会来看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 国父纪念馆 然后50周年庆 郭子前演出 怎么模仿那个馆 馆长 OK 这个就是全民大剧团的戏 对对 也是国父纪念馆委托他们 然后这个做的一个戏 对对对 这个内容是怎么样一个内容 大概 内容戏 大概就是从年轻的 在国馆服务的一对年轻男女 然后一直到老 我觉得这个感情戏的连贯 我觉得很好 是真的按照真人的内容去做改变 应该 不是 OK 但是我们必须 那里面的角色就是里面一个老员工吗 有员工 但是我们是负担 那个一路走来国父纪念馆 历经大大小小的事情 模仿的人物 比如说 所以你有模仿谁在里面 是秘密吗 应该可以讲了吗 都快演了还不讲 怕什么吗 怕什么吗 这个啊 还有阿扁当市长在那边就职嘛 民进党秘书长 这个苏贞昌也跟他陪同嘛 这一个 然后就任总统在那里 李登辉也这个出席嘛 就见证嘛 还有郭台铭的四月旺语 也在国父纪念馆演出嘛 虽然是我们那时候做的 虽然是 所以很多 很多历经的人物 就我们必须要去演出来 哦所以里面还是有模仿 有有有 OKOK 那你就是演这个 演这里面模仿角色 然后还有一个行员 就是雇员 雇员 主要是讲就是雇员 对对对 然后再回想这 回想说当初 我们在这边 为什么一线路一瓶 才几千块 为什么不买 到现在都涨了快百万 然后我们还在这边当公务人员 对对对对 讲这个辛酸 对对对 不错 对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来信演员 还有唐冲生 从哥从哥从哥 从哥 陈大天也来了 陈大天要模仿蔡琴 看过那么高的蔡琴 还有好伯春 OKOK 好伯春谁演 他演了陈大天 好伯春演的最好的还是小台 对对对 刚背花 对刚说 随个教会怎么样 对 抓出去墙壁 OK 然后这个 什么时候演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就是这个10月8号9号 8号是礼拜六 下午一场 晚上一场 9号就是下午一场 总共演三场 三场 对 就国父纪念馆发生事情多了 我们那个时候 高中的时候 就我们提议嘛 我们提议说 想到国父纪念馆 你想到了经历的事情是 我马上就举手 我说 我小时候 11岁的时候 被带去国父纪念馆 瞻仰先总统 蒋公 蒋库 对对对 那时候你是 你加入哪里 南投县 卜里镇 你要是这样上来 对啊 我爸带我上去 哇 那我就不晓得 那时候我只看黑白电视 对 你们看电视 我是真的到学校 我考大学了 我考大学了 对 不要耽误 对对 已经耽误了这么多年 要考大学 所以不可能 也不可能来了 对对 你爸爸还蛮有心 对啊 国父纪念馆 我就排了七圈半 我说我在这边 走来走去干嘛 我原来是要进去看 不知道 对 所以那个印象很深 所以我们有把这个桥段 也有演出来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 大概举国皆知了 对 然后对 你11岁 我18岁 但那时候 正要考大学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礼拜六 六跟两场 两场 礼拜天一场 一场 OK 好 这舞台剧的名字就叫做 仁安路六号 漫有意思的一部戏 这也是全民大剧团做的 对对对对 全民大剧团 这个触角很多元化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蛮优秀的一个剧团 但是唯一都没有得到补助 那个太凯了 太凯了 全民捐钱 有时候不得到补助的 反而有激励出来 对对对 这个竞争力 其实对 这个逆境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逆境中成长 只是你看不出来 对这样子 对不对 就是其实一步一步的 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对OK 快60岁了 什么感觉 什么情绪 什么感觉 什么希望 没希望 就像伟装哥说的 这双鱼座 很 很 很让自己的地位 在很自卑的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不算自卑 不是啦 我们应该算是说 凡事都已经看到尽头了 也不60岁了 小郭形容双鱼座 是眼睛长得两边 仰真两侧 对对对 对事情 你看到左 看到左岸 就看不到右岸 对 看右岸看不到左岸 同时看到前岸的时候 就撞到什么东西 撞到玻璃 只好回头 不过我们对周遭的事情 是看的非常详细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模仿 就是因为周遭细节都被我看到 OKOK 我的感觉是这样 细节 对对对 蛮好的 然后这个说到60岁了 自己感觉自己这个人生 so far一切都是很愉悦的 很自然 就是现在有工作就做 没工作就把身体练好 可以啦 你这个你对身体的这个照顾 是真的很好 这点我常常也跟人家讲 说这个路要慢慢走 然后身体运动是一个解法 最好的东西 对不对 演一圈要看谁走得远 不是看谁走得快 哎呀没关系 我觉得每个人走法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每个人走法不太一样 我是一堆故事 可以慢慢跟大家说的 太多太多 伟中哥太多故事 每个人接触那个 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 对像儿子也进到这一行啊 对对你说他也开始在演戏了 所以对啊对 演艺圈我是觉得 还是有他相当大的意义在内 尤其你们的个人 那么多人的演出 我先预祝你得引地 谢谢 吴子佳先生 祝福一下郭子佳先生 他这个还需要什么祝福吗 刚60岁了 重新举 随心所欲不欲举 他会得奖就得奖 没得奖再拼 就这样 非常感谢 吴子佳碰到碰到锅子前 得不得引地这件事情 也无语问长天 先祝福你 不管怎么样 非常感谢 好 谢谢各位亲朋朋友 好